他离危寿命 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肥皂厂绞尽脑汁 最终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坚韧的精神 把两元的肥皂生意做到200亿 他的头脑令世界500强保洁的全球总裁敬佩 外资500强都争相为他代工 他就是装起船 为中国日化行业谱写的一曲传奇 使得民族日化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 传递商业智慧 本期紫牙童区创始人观察带 大家解密纳艾斯企业背后的男人 装起船 1968年 一个不起眼的化工厂开始运营工作 这个国营的化工厂 名叫里水武器化工厂 厂子只能简单地生产一种产品 那就是肥皂 1971年 19岁的装起船进入泥水武器化工厂工作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工作务实 认真负责 身上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冲键 做什么都想拿第一 他在厂里从工人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 最终做到经营副厂长 1985年 泥水武器化工厂迎来了最艰难的时期 因为厂子经营不善 瀕临破产 工厂的销售额 更是在全国118家肥皂厂中 台名倒数第二 33岁的装起船 在这时被工人们推选为厂长 也在这时决定了这个化工厂的未来 庄起船决心拯救肥皂厂 不服输的他凭着一股任劲 带领工人们逆转了工厂的命运 刚刚上任之时 庄起船就展现出了他勃勃的野心 他发誓要将厂子做到浙江省第一 庄起船亲赴上海 诚心拜上海制造厂的厂长为师 一边学习技术 一边做代工赚钱 硬是把奄奄一息的 泥水5G化工厂救了回来 1991年 在化工厂有了起色后 庄起船毅然决然进行技术改革 他从瑞士引进了先进的技术 制作出第一个自己的品牌 纳艾斯香皂 因为有着自己的技术支持 纳艾斯香皂只要进口香皂一半的价格 很快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989年 全国的煤炭供应紧张 因为燃料短缺 许多肥皂厂不得不停工 没有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没有炭烧怎么办 烧柴 庄起船绝对不会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放弃 反而要在夹缝中抓住机会逆风翻盘 庄起船带着大批工人在寒冷的冬天中劈柴 以确保燃料的使用 肥皂厂就这样度过了寒冬 迎来了春天 1992年 庄起船抓住机会 和香港立康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浙江纳艾斯运用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推出了 雕牌超能灶 雕牌透明灶等一系列产品 庄起船花重金 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 并推出了肥皂百万元大奖的活动 在当时只有几万元利润的情况下 庄起船声是浩大的宣传 不久就将那艾斯做到了浙江省肥皂行业的第一 1994年更是跃居成为中国国内肥皂行业的领军品牌 然而那艾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8年 庄起船到青岛参加全国洗涤行业大会 大会中 许多人提出了洗衣粉市场饱和的问题 在当时 中国的洗涤行业被保洁 联合丽华和汉高几家外资企业盘踞 市场格局已然明晰 庄起船却觉得 但凡害怕竞争的行业 必有无限成长市场的空间 他在会议后深思熟虑 决定从洗衣粉行业中奋一杯羹 庄起船立马在厂子里 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全自动喷粉塔 生产出雕牌洗衣粉 他乡价格压到最低 每箱只要29元 雕牌洗衣粉在一年的时间中 迅速抢占市场 做到行业第一 2002年 雕牌洗衣粉销量超过百万吨 这样的成功对外资企业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让许多外资企业眼红起来 于是 宝洁 汉高等世界500强的日华公司 纷纷想要为那艾斯做代工 宝洁在华总裁 甚至惊叹水都没流到的地方 那艾斯洗衣粉都卖进去了 面对宝洁公司主动提出的合作 庄起船却一口挥绝 他精明地识破了对方的计谋 先假装进行合作 然后血藏中国的产品 再将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 面对那艾斯的拒绝 宝洁似乎恼羞成怒 2003年 宝洁发起了射雕行动 宝洁先是花大价钱 抢占了电视广告的黄金时段 然后狠狠地下压价格 其名下的太子洗衣粉的价格 从每代三元直接降到一元 但是作为国民品牌 不仅有着自己的生产基地 而且制作技术也掌握在自己手中 纳艾斯从容迎战 丝毫没有畏惧 宝洁的代工模式 在打价格战上并不具备优势 因此 纳艾斯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 也降低了自己刁牌的单价 很快 宝洁在中国亏损了三千万 这使得宝洁元期大商 不得不狼狈地退出了与刁牌的竞争 将产品恢复原价 这一仗装起传打的漂亮 给了外资企业很大的冲击 同时也巩固了民族品牌的地位 如今的纳艾斯集团 不仅局限于日化 在家居洗户 口腔护理 个人护理等多个领域都有涉及 纳艾斯旗下也拥有 刁牌 超能 牙牙乐 一百年润发等许多知名度 很高的大品牌 纳艾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产品 尽管自己已经是 喜化企业的龙头老大 但装起传为人却一直非常低调 在员工的心中 他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在朋友眼中 他勇敢坚韧 意气风发 在对手眼里 坦雷厉风行 风云斥炸 多年来 他的财富一直显为人知 胡润百富榜也没有得到答案 只能把他算作一位隐形富豪 他甚至先后获得了 里水市劳动模范 里水地区优秀厂长 浙江省优秀企业家 浙江省劳动模范 优秀中国特色建设者 及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 这些荣誉足以看出 他大人物的气度与风暗 2018年 庄启传因病去世 享年66岁 纳艾斯集团 马上成立了智丧委员会 在里水市卫庄老举行追悼会 纳艾斯新的领导人 也带着庄老的遗愿 继续将他毕生的心血 做强做大 2020年 纳艾斯的工厂向非洲进军 在安格拉建成了首家中资日化企业 也是非洲第一家中资日化企业 集团规模的扩大 也创下了惊人的速度 这一年 纳艾斯在我国的洗涤日化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一直上升到第二 把联合利华 宝洁等外资日化企业 远远甩在身后 庄启传的这一生跌宕起伏 透过他的经历 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外资企业瓜分中国市场的残酷现实 在外资企业的冲击下 中国本土企业艰难地在夹缝中生长 而正是庄启船自身的胆量和魄力 让他把两元的肥皂做到200亿的世界级大企业 甚至敢与外资洗涤行业的巨头展开抗衡 这也成为民族企业的榜样和标杆 为中国民族企业挣了一口气 在如今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全球化的冲击下 外资企业更是紧盯着中国这块像波波 也希望纳艾斯能够勇往直前 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 不忘初心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带领中国更多民族企业走出困境 走向世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